記錄237號前集合 立即執行 請注意自身安全 長者 行動變民眾 懷孕婦女 幼童 及外籍人士 陪弱勢族群進行疏散 山坡地籍老舊聚落疏散避難 要如何實施且縮短作業時程 有賴日常演習及檢討精進 台北市文山區辦理防災社區演練 以景東里仙基岩下方子販公一帶的山坡地 老舊聚落為演習地 假設颱風雨量已達疏散標準時 如何將列管住戶緊急避難安置 甚至強制疏散 那其實我們這個等於就是在溫故之心 隨時做好這個應變的一些防災措施 那麼因為我們景星路這邊一帶呢 就是屬於山坡地帶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些編組 比如是防災的疏散避難組 關懷組還有這個巡邏組 對還有勸導組 這些還有交通指揮組 那我們都會做一些編排的 平常的一些工作 讓他們養成一個習慣 遇有任何的災害發生 或者我們做一些預防性的宣導 這個都是我們平常防災組必須要做的任務工作 對 這個所謂的預防剩餘治療 我們就是避免這個災害發生 將這個災害能夠降到零災害 那如果萬一不小心有災害的時候 至少我們這個民眾可以馬上即時的 可以使得上列來先做一些疏導 勸導甚至疏散的一個避難工作 將這個造成災害的這個傷害呢 降到最低 那公布人來救災的時候 也能夠即時馬上能夠配合的 大家一起上下一條心這樣一個推動工作 這次很榮幸啊 我們指南裡能夠跨裡來做這個 山區老舊部落的演練 其實我們指南裡在我們 文山區來講 我們就是屬於山區的一個形態 那因為這次是山區的一個老舊部落 那我覺得我們指南裡 因為也很多山區 所以我們就過來跨裡支援 那因為這樣也能讓自己的一些 李林應變小組能夠更熟悉 如果遇到情況該怎麼樣去防護 那我覺得多一分準備 總是會少一分的傷害 那其實兩年前我們也在我們博家裡 也演練過 那我們指南裡也是跨裡來支援 那這一次又有這個榮幸來跨裡支援 我覺得就是讓我們的李林應變小組 更有這次的機會來做更熟悉的演練 今天演練的部分的重點呢 就是我們的一個疏散的一個引導 還有一個就是如果遇到災害的話 我們要先宣導居民該做怎麼樣的防護 那防護之後呢 如果雨量達到多少警戒之後就要疏散民眾 那引導他們該怎麼樣疏散 不要驚慌 然後慢慢來這樣子才不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大家好 我是里長高鳳謙 情像局已經發布了愛特斯颱風海上警報 請大家做好防台準備 門窗要關好 家中備水存糧及手電筒 颱風期間少出門 里長透過李林廣播系統持續宣導防台 警統裡和指南裡也啟動防災應變小組 協助里區警戒通報搶救救護 撤離引導作業 各項科目透過演習修正程序 期許能在災害發生時 達到減災避災與最有效的救援 因為每年防汛期以前 我們文山區都會辦理一些老舊聚落的一些防災演練 那最重要的是最近的強降雨會造成很多土石流 包括我們一些側溝的淹水的地方 那這一次的演習是著重在於側溝 我們知道現在每小時的強降雨 動不動就會超過70、80公里 那側溝的負荷量其實都會遠超過 那現在最主要就是說 希望清潔隊在之前的疏通 側溝的疏通 還有遇到發布土石流的警戒的時候 那我們李林系統可以動員起來 然後最重要是結合防災事 在這次的演練都會結合防災事 來疏導一些居民的疏散 還有一些防洪的一些設施 那個措施等等 因為我們文山區剛好是 柏加里跟景東里這兩個地方是老舊聚落的聚集地 所以說我們每年會折衣 去年是在柏加里 那今年就會在景東里 最重要就是要讓我們李林系統熟悉整個SOP的演練 所以說我們一年會在柏加一年會在景東 讓所有的人員都熟悉整個地形地貌 還有居民的疏散演練的一些相關措施 各位鄉親 現在累積雨量已達400毫米紅色警戒指 請配合現場人員盡情疏散撤離 各位鄉親愛克斯來不留期 累積雨量已達300毫米 另外消防警政救護與清潔單位也共同參與演習 支援車輛維持疏散作業 有效縮短撤離時程 同時在演練完畢召開檢討會 相信未來在面臨災害時 能夠達到災情預防 災中應變 災後復原的效用 使災害損失降至最低 守護居民安全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好